健康提示,橙子被称为疾病加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钙,磷,甲,胡萝卜素,柠檬酸等物质 香橙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可以去除鸡蛋的腥味 味道更香甜嫩滑,但橙汁不宜过多 太酸容易刺激宝宝的肠胃 准备食材 香橙一个,土鸡蛋一个 香橙切开,用勺子挖出果肉 盛肉挖出 过滤出一些果汁 举30毫升橙汁 加入30毫升温开水 搅拌均匀 放一边备用 鸡蛋打开 用蛋精过滤器过滤出蛋黄 一岁以下宝宝不吃鸡蛋哦 不好消化,容易过敏 用欧贝尔料理棒充分打散蛋黄 加入准备好的60毫升橙汁温水 搅拌均匀 过滤掉泡沫 这样可以使鸡蛋更水嫩 倒入橙子壳里 盖上盖子 上锅蒸 冷水上锅 淡水开后继续煮15分钟左右 因为橙子外壳后热慢 需要时间久些 也可以直接倒在碗里蒸 诸果了 这是我第二次尝试香橙蒸蛋 貌似也算成功 至少比第一次强点 那么继续煮 中文字幕后